年日来 随着天气转暖 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拐湾子村 迎来大批远道而来的美丽客人大雁 上万只窦雁为主的候鸟将在此停留半个月左右 然后继续往北迁徙 作为野生候鸟迁徙通道之一 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拐湾子村 牡丹江畔每年春季都会吸引大量的候鸟在这里停留 补充体力 据了解 今年大雁要比往年来的早半个月时间 在此停留休息过后将继续向北迁徙 近年来 由于自然环境的改善 途经宁安座短暂停留的候鸟逐年多了起来 由最初的几千只到现在的上万只 最高峰每天能看到不少于两万只的大雁 数千只的野鸭和少量的仓路 以及东方白贯等候鸟 它们在江里捕食鱼虾 或者去稻田里捡食稻米 它主要为什么要在这地方呢 一 这地方环境好 第二个 江面宽 牡丹江呢 这块的江流水流比较急 这一带是掀开江 这样大雁呢 在这个地方迁徙的过程中呢 在这地方停留 而且呢 这两边是稻田 它呢 有减食的地方 这一个老百姓呢 跟他们处得也比较和谐 我们呢 这些摄影爱好者 每年呢 都到这块来排雁 这有很多品种 大约有十多种 最多的是豆雁 绿头鸭 再一个呢 就是有普通秋辣鸭 也比较多 拐弯子村所在的渤海镇 是宁安市大米主产区 水田面积超过五万亩 江青岛和稻田 成为了大雁理想的七夕驿站 从2016年开始 这个镇通过退耕环湿地 着手对拐弯子村附近 树更勤土地进行湿地恢复 并通过核掌制 对整个水域实现有序管理 为北规的候鸟 提供了良好安全的栖息地